救護車民敵準備經過路口 耗置是紅燈 不少人都停下禮讓 駕駛才剛確定沒人 繼續往前開 這是突然一名穿黃色上衣 背著背包的男子 直接穿越馬路 差點就撞上對方了 嚇得趕緊按喇叭 我就看到一個行人 就是你明知道救護車已經要過了 但是你沒有用小跑步的 你也沒有在原地等 就落伍騎士這樣走過去 然後救護車就叮 然後再就是 我覺得滿誇張 事發在台北市中山區的 農安吉林路口 目擊民眾直呼傻眼 幸好當時沒有發生車禍 但這一幕在其他救護車 駕駛眼中卻是見怪不怪 其他救護車駕駛也很無奈 透露每當鳴笛時 還是會有人悠哉過馬路 就算急也沒辦法 只能在原地等他通過 不過行人難道沒有法規能規範嗎 救護車在執行的時候 他的路權是最大的 但是目前交通法規沒有明文規定 行人要禮讓救護車也沒有相關的法則 這個時候呢就得靠公民的道德意識來禮讓救護車 如果是七機車沒有禮讓 只要被民眾檢舉就會被罰3600元並吊銷駕照 但至今行人還無法可管 除非當時有警察指揮 行人沒有聽從最會被罰500元 只希望行人遇到出行車輛時能體諒 畢竟誰都不能保證自己會不會有需要的一天 TVB中央就是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